凶神恶煞手持开三刀球棒 来到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前 看到对方开门立刻冲上去 几个呐喊就要往里头冲 费尽力气闯入 没多久后又冲下楼 而他们正是天道蒙太阳会 以及树林的在地黑帮分子 这回由树林诚信角头带队寻仇 只是一开始人没找到 只好离开就在附近埋伏 直到设计公司被闯入 立刻叫支援 黑衣人陆陆续续抵达 全部都跑进室内开会 等到讨论好结果准备出发 四十几人叙事待发 但这时候的他们完全不晓得 自己人早在前方路段 遭人冲撞砍死了 造成他左大腿开放性骨折 让他没办法跑 然后他已经在地上了 对方就拿了武器 有开三刀有扁钻类的 然后三个人下车攻击他 那是心碎到痛哭到差一点晕倒 案件事发生在去年九月十号凌晨三点多 新北市的卢州 当初二十五岁的灵性死者 也是被找来替设计公司驻证的其中一人 只是他第一批抵达 坐在机车后座被载出去追车 这也成了他死前最后身影 因为这一锥没再回来 案发后包括带头的成姓角头在内 一共四人被一杀人据众都有罪嫌起诉 但知情人士透露除了诚信脚头之外 其他几人有些甚至是帮派 找没有家事的小弟来顶罪 二十五岁年轻生命明明不是当事者 却这样惨死接头 这叫家属们怎么接受 TVS新闻产品新宴 新闻市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